唉 急得爆炸 各位叔叔 麻煩你借名 麻煩你借名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唉 在後巷阿尿俊 要說借名 不是很容易出事 唉呀 吹我了 我要走了 哎呀 翻牙膏 準備好嗎? 準備好呢? 我們又來拍攝了 各位網友你好 嘩 導演 好像後面不是不妥 陰風陣陣的 不是呀 這麼邪 不如裝紙香 那呀 慢慢來吧 好 我們做娛樂圈的 拍攝這行的 通常都會拜神的 有時拜神就祈求 封條與信 一切工作人員為安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電影 或者電視開鏡禮 都會有一個儀式 像燒豬拜神的 但求所有工作人員 順順利利 拍攝過程沒有問題 希望修說好 有一個同事的真實故事 他就是我們無線的同事 他是導演 有一晚拍戲的時候 去了西貢的樹林拍通宵戲 原本 西貢有兩個樹林 一個叫高樹林 一個叫矮樹林 我們在高樹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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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一晚他去小便 沒有說借尾 所以就被一些東西上了身 那件事就是拍完第一個鏡頭 轉換第二個鏡頭 有時夜夜鏡 轉換鏡頭 就很浪費時間 因為要重新打個燈 他就趁這個時間 就走了去小便 躲起一棵樹林 後面小便 怎知道小便後 人就神情外際 遲遲都不埋位開工 工作人員很奇怪 叫他埋位 他癡癡癡癡的 其後就盛情大發 跟著就打起喉拳 手舞觸道 跳跳打打 整套拳打出來 他沒有雜舞 那些人知道為什麼 他會打拳 他又自殘自己 打一些樹 踢一些樹 踢到自己傷了 於是各人都知道他不妥了 整班人就禁住他 其後就報警 叫了救傷車 車去醫院 就在醫院 住了兩天就出來了 傳到整個電視台都知道 這件真事的 問他發生什麼事之後 他就說 他自如哀完尿之後 就斷了片 發生什麼事 他完全不知道 你說這件事是信不信呢 見仁見智 不過當時是有很多人 看到這個真實證認 又有一件故事我想說的 就是說 至於跟拜神有沒有關係呢 可能拜了神就沒事 我們開玩笑地說 這個都市傳說 是很多年前的 就有一個廣告 那個廣告叫做 風旅行社 預了你等你 我記得那個廣告裡面的 內容和鏡頭呢 就是說 有一個男主角 趕去很急的 趕到去機場 入閘道 找不到那個領隊 他發了毛 那樣 突然間呢 很詭異地 有一個背脊 穿紅裙的女人入鏡 那麼 那個主角呢 就覺得 唉 他找回那個領隊了 但是拍攝這個女人的時候 看不到他的樣子 因為他戴著帽子 很低的 然後慢慢握個頭 就跟著 很詭異地說 我預了你 就等你了 唉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 那個導演拍得這個廣告 那麼詭異 其實旅行社 一般的廣告 是開開心心的 但是這個廣告看來 就有些詭異的感覺 那麼 自從這個廣告出了街之後 傳說呢 這個女的領隊 就在一次飛機以外中 就死了 跟著沒有多久 兩個星期之後 這個男主角呢 又在交通以外 童年又死了 那麼 那些人就說 因為那個廣告說 預了你就等過來 那個女主角說 所以 那些人說他呢 就帶了這個男主角 那個女主角 帶了那個男主角 到下面 至於這個真還是假呢 這個傳說 肯定是真的 因為這個廣告 我看過的 我嘗試過找這個廣告 找不到給你們看 如果找到之後 我再重視給你們看 總之 這個廣告不是拍得開心心 是拍得很詭異 只是說信不信 見仁見智 只是覺得可能沒有拜神 那些人 導演 很邪的 那些香色了 不是吧 是啊 不要教我走 喂喂喂 我才知道 我還要收拾東西